车辆制造 交通物流 医疗卫生 生态环境 软件贸易 连日来 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南京诸多行业和领域的民营企业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 南京民营企业卯足进拼经济 乘风破浪 城市上扬 在南京印德利汽车有限公司的制造车间内 房车装配生产线开足马力 一片繁忙景象 这家年销售额约2亿元人民币的汽车制造厂商 主要生产房车 负压救护车等100多种类别的专用车 位于南京市七峡区的南京添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应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捐赠医用净化空调设备为民众知晓 近年来 企业发展速度迅猛 业务从专业空气环境制成拓展到绿色再生能源领域 2022年 全系统营收103亿元人民币 未来 该企业已通过新开发的家居产品 打造五横环境 实现C端突破 开发区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他们有专人和专班来跟踪和服务我们的项目 我们要从产品转向系统解决方案 一起开拓家用业务 对市场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从池塘到工厂 再从工厂到市场 一条安徽的桂鱼在冷链物流下开启全国之旅 进入家庄旺季 号称有家就有佛山造的家居产业发生着物流变革 看似毫不相干的信息 应一家总部位于南京市宇花台区的货运数字调度平台运满满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主要通过建立标准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货运交易流程 来搭建我们可以链接货主和司机的线上数字化货运平台 帮助我们的货主高效找车 司机快速找货 减少我们整个货运的空时和配货等待时间 来提升公路物流运输的一个效率 王靖告诉记者 安徽黄山有很多臭桂鱼预制菜的生产商家 通过调研 运满满打造了冷链运力专班 盘活当地的冷链运力 货运其实目前在整个的物流里面当中只占到15%左右 市场渗透率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所以我们将会坚持在科技向实 科技助农 科技减碳等方面 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产品 提升我们的服务企业 持续为我们的用户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南京持续优化升级营商环境 也为当地企业注入了强星际 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多关于税收 包括财务 包括一些项目上报上面的优惠政策 企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多人 目前发展700多人 希望在两到三年内我们在国内 国外 这个市场不去完整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规划就是想做家庭企业 实现家庭环境上面的呼吸治疗 我们家庭区非常好的人才资源 人才环境 政府的审批服务让我们的效率大幅提高 认为做一个制造型企业 关键靠研发人类的提升 核心技术的掌握和突破 为社会 为员工踏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据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南京市连续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三个100条政策 和南京市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 连续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